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习近平日前在两会上决绝地说,说要对贪官算总将,那是什么回事呢? 显然是中共的内斗,已经是你死我活,我们这两天都是说这个话题 被称为八常委,王岐山亦罕见带头,那捧习近平 当然习近平这一次是反腐,跟当年的反腐已经完全不一样 以前是为了保命反腐,现在是为了清除政敌,为二十大铺路 当前中共党内权斗激烈,习近平不得不再次以反腐名义,清除政敌 而一直被冷落的王岐山,此时高调捧杂,令有内情相当诡异 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详细讲讲这件事 大家知道今年两会兴起一轮重责风潮 我觉得这一个重就是送习近平上路的送,可能是比较更贴切 包括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内的一众高官,纷纷向习表忠心 王岐山3月6日参加湖南代表团发言时,发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习近平 声称要向习核心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还被冠以毛泽东时代的驼手称号 这是习近平为了明年二十大连任造势的一部分 这样在二十大前搞人人过关的形式 中共为表忠心的传统,但是这一帮表忠心也是假的 这一帮表忠心的人是口服心不服 而王岐山在两会上带头捧习,水好心,意味异常 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中共十九大前江泽民曾庆红 动用海内外一切力量离间习王关系 说中达到了令王岐山无法连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的目的,但是没想到2018年3月 习近平被王岐山担任国家副主席 虽然是一个虚职,没什么实权 江曾因而不放心,担心这一个习近平和王岐山再次联手 中共十九大至今继续动用海内外一切力量离间 习近平和王岐山,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离间计是起作用的,王岐山基本上是靠边站 但是早前有传闻说习近平要拉低王岐山 王岐山我想不是习近平的敌人 习近平也没有走到和王岐山决烈的地步 为什么呢?我们接着来再说习近平的个性特点 是超乎尋常的环顾,好大喜功,樊慢,极端自私,决不认错 这个昨天我们已经和大家说过 大家知道2013年1月,习近平发动反腐打腐五年内 查住五百多个省部级的高官 从决策上说,拉谁不拉谁都是习近平决定的 习近平如果不点头,王岐山是不可能自作主张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是上下级的关系 王岐山只是一个强有力的执行者 这帮腐败分子是他们共同打低的 这帮人和他的背后的势力对习近平和王岐山恨得咬牙切齿 都想有朝一日找他们算账,找他们算总账 双方都是算总账,甚至想要他们和全家老少的命 习近平倒台,王岐山势必遭清算 王岐山如果倒台,习近平可能亦遭清算 所以说他们两个是这样一种关系 习近平在3月5日参加内蒙古代表团会议 针对内蒙煤炭腐败,当场严厉斥责 做人民的公博,拿国家资源去搞行贵,受贵 去搞团权交易,这个帐总是要算的 其实那都是废话,中共高官哪个不贪? 习近平誓言要对这个贪腐官员算总账 他不单止是针对内蒙古,而是对整个官场 特别对政法领域用刀的讯号 习近平在1月24日在中纪委五次会议上强调 要加大对政法系统腐败呈治的力度 从去年到现在,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 重庆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 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 江苏省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等四位老虎都是相计落马 而且这班人都是江派的人马 另外中共当局对金融领域的严肃也是加强 华人公司董事长賴小民近日被促杀、斩立缺 对金融系统官员释放震慑信号 在两会期间中纪委官网发表了一篇文章 反腐败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有负必反、有贪必缩 并强调贪腐、没免死牌、反腐正恶、绝不会手软 于是中共官场或会揭起又一场反腐风暴 这种风暴是习近平要缩清他的政敌为二十大铺路 据这个《华尔街日报》2月23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江虾猫的后人小虾猫担心这个江泽民死后 他的家人和亲信可能会遭到中共习近平清算 因此开始加速向海外转移资产 江泽民过孙江志成掌控的博育资本 从这个2019年起将在香港的大量资金 已经转去了这个新加坡 江派掌握中国金融命脈 曾经在2015年发动金融政变 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 他们试图将习近平拉下台 这样显示习近平江泽民两派的权斗已经摆上桌面 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 显然习近平近期重新亮出反腐利剑 是以反腐为名震懾官场为他二十大连任铺路 习近平要争取三连任 今年是他清除反对势力的最后机会 被冷落很久的王岐山此时带头捧襲 很可能是习近平的安排 另一种可能是王岐山自身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 从去年以来 和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 因为批判习近平被重判 王岐山的中纪委救部董宏也落马 一时间有关这一个习近平和王岐山不和的传闻就不断 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是非常微妙 王岐山的威望、资力和能力都远高于习近平 习近平又要用王岐山 但又要防范王岐山 在今年1月29日 和王岐山关系密切的海航集团宣布破产 被中共政府接管 意味着这一个原属于王岐山家族的利益地盘被习近平接手 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以前我们也有跟大家说过 在习近平被国内外反习势力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习近平和王岐山有可能会重新联手 反击共同的敌人 虽然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不想这样 但是他们为了自己共同的利益 为了自己保命都会必须联手 现在明显是习近平又要用王岐山 因为习近平倒台 王岐山必遭清算 历史是被安排的 天命不可为 现在天灭中共是当前最大的天象变化 孔子说 尽人士听天命 人的命运也是有定数的 在中共最后快灭亡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 习近平和王岐山是死死捆绑在一起 好像江泽民和曾庆红一样 他们都是死死捆绑在一起 因为习近平不能没有王岐山 王岐山也不能没有习近平 因为他们曾经联手 拘捕了接近五百名高官 如果说习近平下台 习近平一定会遭到清算 为什么呢? 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所以习近平一直想连任 想三连任 就算习近平真的能够三连任 他的结局都会非常悲惨 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了 只要他下台 他肯定会遭到清算 因为你就算不立这个接班人 最终有人会上台 这样上台之后 他肯定会清算习近平 当然这个是后话 就是中共有没有二十大 都是未知数 我相信在2021年 我们会看到大戏 中南海的内斗 到底鹿死谁首 狗咬狗 到底谁咬死谁 我们跟着去看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影片感兴趣的话 麻烦点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影片 多谢大家再见